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程医生 不会 靳总 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 我知道你们律师都很忙 我本来不想打扰 可是给你打了好几月电话 你都没接 我一般不认识的电话 都不会接的 那这样 你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 有任何需要咨询的 你可以找我 那我可有点受宠若惊了 举手之劳 不要客气 陈医生今天来找我 是有什么 我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吗 是这样的 你真的要为了动软的事情 起诉我们医院吗 是啊 而且是遵循您的建议 我那个是开玩笑 我当时并不知道 你本人就是律师啊 那就当一语成衬吧 我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 其实我今天是 受医院的委托 希望你不要起诉我们医院 为什么呢 我们也是照章办事 如果你想要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尝试别的方式 起诉贵院是必不可少 别的方式我也会并行考虑 你知道去年 有一起动软案吗 当事人徐女士 也是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 起诉了他就诊的医院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 是法律的问题不太多 但是以目前的条件来看 好像在这个案子里 你胜诉的机会并不大呀 的确很难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时间 花在一个 你根本就赢不了的官司上呢 因为这件事是对的 这个世界总要忍花时间 去做对的事情 哪怕它毫无胜算 我会想到这边 这也在做对的 不做错了 这点有用的 是什么 试试之说